各位同学 大家好 这里是冬奥会计在线 我是向内容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最后一节了 就是第六节利润分配过程的账务处理 首先还是关注本节在整个第五章所占的位置 我们说从最开始的资金筹集 经过了公产销的过程 最终有了利润 那么当有了利润之后 我们如何去分配呢 第六节我们就讲分配的问题 在这一节当中呢 我们要讲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 就是什么叫利润分配呢 它的概述 第二个 在利润分配过程当中 我们要用到哪些账户呢 要讲三个账户 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它的主要账户处理了 好 那么这一节要讲三个知识点 好 首先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什么叫利润分配 利润分配呢 就是当我们企业有了利润 要根据国家有关的规定 或者是企业章程 投资者的协议等 对企业当年可供分配的利润 指定特定用途分配给投资者 这个行为就叫利润分配 换句话说 当初投资者给你企业投钱来的 现在有可供分配的了 你当然要回报给投资者的 对不对 这叫做利润分配 好 具体的内容呢 我们来看 企业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应当按照一定的顺序来进行的 比如 我们国家要按照我国的公司法有关规定 按照利润分配1234进行 首先我们得知道 有多少是可供分配的利润呢 我们先计算出来 那其次 我们有了利润之后 当然是不能分光吃尽的 我们要拿出一部分来以备不时之需 这是法律规定 叫提取法定定于公积 如果我觉得我拿的这点或者是存出来的这点还不够 那怎么办 我可以再多存一点 这叫做提取任意应用公积 好 那么进行完这三步之后 剩余的我们才可以给投资者进行分配 这叫做向投资者分配利润也好 或者是鼓励 这是它的顺序 这是有规定的 那具体的呢 这四步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步 我们必须得先知道 我们有多少是可供分配的 这叫做先计算出来 那可供分配的呢 一定要明确 如果我们期初或者上年滚存下来的 还有呢 我当然是我的利润 所以年初如果有未分配的 那这是开头 再加上今年实现的净利润 那是期初的加上本期实现的 那么合在一起 这是总共的 当然如果有其他转入我也要加上 这些都是可供我分配的 对吗 那么当然了 如果说可供分配的利润是负数的话 那当然没得可分了 是不能够进行后续分配的 只有可供分配的利润是正数 是累计盈利的 就是年初的加上本年实现的 这两个合在一起是正数 我们才可以进行后续的分配 你要负数分啥呀 没得可分 对吗 这是第一步 我们得知道 先计算出来 哪些是可供分配的 到底有多少 好 那么这个数有了 我们接下来就得要做什么呢 做未雨绸缪呀 我们要拿出一部分来 以备不时之需 是不可以分光吃尽的 这是法律规定 所以第二步 要提取法定盈利公鸡 那提取法定盈利公鸡就是 当我们当年实现了净利润之后呢 我们按照什么呢 按照当年净利润的10% 提取法定盈利公鸡 那盈利公鸡你还记得不 在我们这个圈圈里边是不是三盈利公鸡 也就是我们拿出一部分来 就相当于我们居家过日子 有了肉之后 我们拿出一部分来 放在冰箱里边 以备不时之需 也就是存起来 对不对 那么这是当青黄不接的时候 我们拿出来的用 当然了 这个提取法定盈利公鸡 也不是说越多越好 你想 如果说你存的特别多的话 太多了 当提取的法定盈利公鸡 都累计额超过了注册资本50%了 比如说我们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100万 你现在盈利公鸡都到了多少 超过它一半以上了 你说你存这么多干嘛呀 也没太大用 也就是说你的钱都藏在你公司里边了 谁知道你有那么多钱呀 你在工商局注册资本可就100万 大家看不到呀 所以说盈利公鸡也不要存太多 存太多了呢 我们不利于资金的运营 对不对 所以说当超过注册资本50%以上就可以不再提了 这这个也就是我们过日子啊 别太过于小心 太过于谨慎了就不可以了 凡事要适度 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就是提任意盈利公鸡了 刚才我们说到的 法律规定的按当年净利润10%提 它是提取法定盈利公鸡后 我们通过股东会或者是股东大会决议 还可以从净利润当中再拿出一点来存上 就是提取任意盈利公鸡 第三步 那么提完之后也就相当于咱们存上了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啊 这个仓库当中有粮心中就不慌 那剩余的呢 我们可以给投资者分配了 就是我们可以该吃吃该分分了 对吧 第四个 向投资者分配利润或鼓励 所以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最开始算的那个数 就是可供分配的 减去什么呢 咱们存上的 不就是提取的盈利公鸡 咱们存到保险箱里的 对吧 剩余的才是可供投资者来分来吃的 好 这是这四步 大家理解一下 当然了 我们给投资者分呢 可以分现金股利 也可以分股票股利 或者财产股利等等啊 都可以 好 这是利润分配 它的一个步骤 大家先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用到账户 在这儿讲三个账户 第一个账户呢 盈余公鸡 其实啊 这个你一点也不陌生了 你记得这个圈圈吧 我甩服说过很多遍 对不对 这个圈圈 一是收资本 二资本攻击 三盈余公鸡 四位分配利润 那么此时 咱们说的就是三盈余公鸡 它当然是从净利润当中 提取的法定和任意合在一起 都叫盈余公鸡 对不对啊 就是我们存在这儿 以备不时之需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小仓库啊 这是它的内入 那接下来它的性质 属于所有者权益类的呀 这个圈就是所有权益 对不对 好 那么既然属于所有权益 它的记账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同学们想想 在我们右手里边的 对吧 那是代方增加 借方减少的呀 那代方增加 什么时候就会增加了 只要你往这仓库当中存 往里边提取盈余公鸡 它就会增加呀 所以就是我们提取的盈余公鸡 放在仓库里边的 放在这个圈圈 这个房间里边的 对不对 这是盈余公鸡的增加 那么什么时候会减少呢 你看 当我们实际 只用盈余公鸡的时候 就会减少呀 那么借方就会减少 那么我问你 什么时候使用呢 你记得不 盈余公鸡可以转赠资本呀 所以我说 你盈余公鸡上仓库当中 存那么多 其实不好 你那么多钱谁知道呀 你是不是要拿出来呀 拿到工商局营业纸账上 给你注册登记了 你让你的实售资本多一点 那多好看呀 显得你公司规模也大呀 这就在使用盈余公鸡 也就是盈余公鸡 我可以转增资本了 是不是 那你说 你转增了 是不是三就少了 三少了的话 这不就代表 他借方吗 借方表现减少 是吧 好余额呢 余额在代方 那么余额在代方 反映现在我们 结存的盈余公鸡 这是他的账户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他如何进行明细核算 明细核算呢 也就是他后面 要跟着两个明细核目 一个叫 法定盈余公鸡 一个是 任意盈余公鸡 好 第一个账户 咱们就说完了 那第二个呢 是应付股利 这个应付股利很简单 从字面意思 我们就大概可以判断出 他是应该给 还没给的 对不对 他是一个负债 所以他的内容 就是企业分配的 现金股利或利润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性质 当然是负债类的了 要负债类的 同学们看 在我们右手里边 伸出你的右手来 那好 大拇指在这边吧 小指在这边吧 那是贷增借减的 好 贷增借减 贷方就是增加 什么时候会增加 就是你应该给投资者的时候 还没给的 那就是欠着投资者的 那叫做贷方增加 负债增加 什么时候会减少 就是借方会减少 我实际真的支付出去了 那就是减少了呗 负债减少 那余额呢 跟着增加的那一方 也就是贷方余额 反映的是我们应付而未付的 现金鼓励或利润 好 这是第二个账户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账户 就是利润分配 那么利润分配呢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内容 它核算的是企业利润的分配 和历年分配后的余额 那么它属于所有的权益类的账户 既然是所有权益类 那么在这个账户当中 它的借贷方是怎样的 换句话说 在这账户当中 借方 贷方登记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它的结构 这个结构啊 给了这么多内容 借方 贷方分别是什么 但是我们先不看文字 通过账户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来看 同学们想 平时我们发生收入类的话 那么增加是不是放在这 放在贷方 平时发生费用类的话 增加是不是放在借方 对吧 那么到了期末的时候 收入类和费用类都得要节转 节转到哪里去呢 节转到本年利润当中 这儿我已经讲过了 我再重复 那么节转到本年利润 有两种情况 有可能就是净利润 那就是贷方预额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是净损失 也就是借方预额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想 如果说利润要想分配的话 不可以在本年利润当中直接拿 必须要把它节转到另外的一个账户当中 放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当中 对吧 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净利润不可以在这儿待着了 不可以在本年利润的贷房待着 好 你给我转下来 转到哪去 换一个户 也得在贷房当中待着 那么就转到了利润分配的贷房 你给我来这儿 是不是就把它给消了呀 不让他来这儿了 不让他在这儿待着 让他来这儿 那么同理呢 如果是损失的话呢 不让他来这儿了 那么我们要在利润分配的贷房待着 说道理吧 这叫做把本年利润的余额给我转到哪里去 接转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也就是搬家给我搬到这儿来 原来在什么方向 你给我搬个家还得在什么方向待着 说道理吧 那具体的路径我就不换了啊 我怕换了乱了一会儿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种情况 通讯不想 对于利润分配这个科目呢 其实不要被他的字面所共享 利润分配 它就是利润 就是利润 那么接下来在他的账户里边 还会登记什么呢 你看 我再给你画画这个圈 同学们想 比如 当我们 这个所有权益 一二三四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 当四就是利润 未分配利润 不也是利润吗 当它是负数是亏损的话 是不是三可以给它一点 三叫盈余攻击 盈余攻击是可以弥补亏损的 如果三要给了它的话 那你说未分配利润 是不是就多了 多了放在哪呢 是不是放在贷方 那么你看 贷方有可能是盈余攻击 弥补亏损 补亏 那么翻过来 翻过来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 那如果你形成利润之后呢 你要提取盈余攻击 你让四给三一点 你从你的利润当中 提一部分 给了什么呢 盈余攻击 放在仓库当中存着 那相当于我们的利润 是不是少了呀 利润少了 放在哪里 放在借方 你看它就是放在这 所以当提取盈余攻击的时候 那么利润就会减少 当盈余攻击给你的时候 那么你的利润就会多 对吧 这是第二种情况 也在这个账户里带着 还有一种情况 同学们想 如果我们要拿着利润 往外分的话 你看 当我们往外分的话 四是不是利润呀 也是未分配利润 往外分 那是给股东分配 现金鼓励的时候 那你想 那不是真金白银 往外分 往外流吗 那这是导致什么呢 导致利润 是不是减少 是不是导致你这四 这块小了呀 这个圈也得小了 对不对 那么导致利润减少了 放在哪呢 放在借方呀 这就是在分配 现金鼓励 我这么说 能理解了吗 好 下面呢 我把墨迹给你擦掉 我要的结论是这 同学们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 在利润分配 这个账户当中 它的借贷方的内容 有什么呢 内容 第一种情况 有可能是 本年利润 给我转过来的 转过来的净利润也好 净亏损也好 这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有可能是盈余公鸡给我的 盈余公鸡弥补亏损 是不是放在 他的贷方了 那当然翻过来 也有可能 他给盈余公鸡 这叫做提取盈余公鸡 那放在借房 第三种情况 就是我拿着利润 给股东去分去 分配现金鼓励 所以在他的账户当中 呆着的是这些东西 我说的这个过程 你能听懂吗 你要听懂了 翻过来 再看这些文字 你就明白了 你看 它的贷方 借方 都是什么 你就能一一对应上了 接下来呢 我还把那个小图 给你截过来了 你看着啊 他说 贷方是什么呢 贷方有 年末 从本年利润账户当中 转入的 全年实现的净利润 好 是不是转过来的净利润 放在我的贷方 放在我利润分配的贷方 好 还有一级 有盈余公鸡 弥补的亏损 盈余公鸡 弥补亏损 同学们想想 不就是相当于 盈余公鸡给你的吗 对不对 三是盈余公鸡 四是利润 三给你一点 那相当于你的利润多了 就是盈余公鸡 补亏 明白了吧 是不是贷方就这俩 接下来看借方 借方有什么呢 从本年利润转入的净亏损 是不是转入的净亏损 你当然是给我转到 利润分配的借方 导致我利润是减少的 对不对 放在借方是减少的 还有 以及提取的盈余公鸡 什么叫提取的盈余公鸡 那不相当于四 你给三一点吗 从你的利润当中 拿走一部分给了盈余公鸡 是不是导致你的利润少了 你就是提取盈余公鸡 是你现在给三 对吧 好 这不第二段了 第三段还有呢 分配给投资者的利润 那是不是拿着你的东西 拿着利润往外分呢 往外分 这不是分配现金鼓励吗 是导致你这个利润减少吧 利润减少 那就放在借方呀 对吧 所以你看借方是不是三个事 带方是两个事 我就说起了吧 好 借带方 咱们就说完了 明白 所以他这些文字 你就不要去背了 一定要知道 他是怎么来的 好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呢 我们说对于利润分配这个账户 其实他有好几个明信科目 那么只有未分配利润 这个科目可以有余额 其他的都没有余额 为什么一会儿我会讲 你先在这买个伏笔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他的设户 就是二级科目 二级科目刚才我说了 有很多个 那其中最常见的 也最重要的 就是利润分配 横杠 未分配利润 那么当然还有利润分配 横杠 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提取任意盈余攻击 应付鼓励 盈余攻击 补亏等等 所以他有很多个 二级科目 但是只有他可以有余额 其他的都不可以有余额 好 这是他的账户 好 那么接下来 三个账户咱们说完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进行分路的编制呢 他的账务处理 账务处理呢 我说总结了四步 第一步 其实这个过程我都说完了 先把净利润 转到利润分配当中 他是在说什么 是不是就是把本年利润的数 先给我转给利润分配呀 好 转给了之后 还要进行提取盈余攻击 包括法定的 也包括任意的 好 接下来才可以给投资者分配鼓励 对不对 那么分完之后 最终我们要把利润分配当中 其他的明晰科目的余额 都给截转到哪里去 未分配利润当中 所以说只有他会有余额 其余的那些二级科目 都不可以保留欲容 哎 这是过程 当然了 我是简单的先复述了一下 现在每一个过程 我详细的跟你说 如何编分路 下面呢 我先通过一个导图 给大家梳理一遍流程 这样的话呢 我认为对你理解分路 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比如说 这一期我们过完了 我把所有的收入都汇总起来 那就是发生了800 要放在贷方 我把所有的费用 发生的汇总起来 那就是700万 放在借方 我们讲 在期末的时候 收入类和费用类 都要进行节转 转到哪里去呢 转到本年利润 那转到本年利润 收入贷方的800 转过来 费用借方的700 转过来 那在本年利润一级 那就是相当于贷方的100 那就说明 咱们经营了一年 哎 有净利润了 那这一锅肉就是100万 对吧 但是我说啊 你要想吃这一个本年利润 也就是净利润 你不可以直接趴在锅上吃吧 我们至少得从锅里 给它盛到盘子里边才可以吧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要把本年利润分配的时候 必须给它截转到哪里去 利润分配 横杠 未分配利润来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趴着锅盐来吃饭的 我们必须把这肉给盛到盘子里来 这个盘子就是利润分配 横杠未分配利润 原来是不是在贷方 现在好 你给我换个地来到这个的贷方 齐了 对吧 盛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从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的贷方才可以往外吃 怎么办呢 我们接个头啊 来看 当然我说有肉了 怎么办 不能分光吃净呀 我们要拿出一部分来 以备不时之需 也就是先存起来 放在冰箱里边 放在仓库里边存着去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存的过程 就叫做提取盈余公积 包括提法定的 也包括提任意的 比如我们拿出十万来 放在盈余公积里边 放在盈余公积里边 当然盈余公积会增加 我放在贷方 能理解 好 那么你想 我拿走了十万 你说现在我的利润分配 我说就是利润 是不是少了十万 少了十万 我放在哪呢 那我当然是放在借方咯 是不是放在这儿 而且呢我还要用二级科目给它注明 解释说明嘛 二级科目不就是解释说明吗 为什么少了十万呢 哦 我一看是提取了盈余公积 所以才导致利润分配 少了十万 那我就知道它的原因了 对吧 包括法定的和任意的 好 我们存起来了 有了盈余公积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可以给股东来分了 给股东分 比如说我又从这盘子里 拿走了二十万 给股东分 给股东分的话 还没有真金白银支付出去 那叫做应付股利 是不是负债的增加 我放在贷方二十 没问题吧 那接下来你再想 我这个盘子里边 是不是又少了二十万呢 又少了二十万 那就是我的利润少了二十万呢 我当然是放在贱方二十 没问题吧 那为什么又少了二十呢 哎 我用二级科目来表示 是干嘛来着 是给了股东了 叫应付股利 所以你看二级科目 是不是解释说明了呀 就这么一个过程 能理解了吧 哎 所以我给你简单的复述一下啊 就是当我们 我给你倒回去 有了利润 就是本年利润 也就是一个净利润 那就是在锅里有了一大锅肉 一百万 我们不可以趴着锅牙吃 我们必须把锅里的盛出来 盛到盘子里 也就是把本年利润 转给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从这里边才可以往外吃 那怎么办呢 先拿出一部分来存上 这叫做提取了盈余公斤了 那么接下来才可以给股东去分 但是这两个动作都会导致我的利润分配减少 第一次减少了十 第二次减少了二十 这道理吧 我用二级科目著名的原因 为什么减少了 我中说能理解吗 其实我再问同学们一下 你说现在我的盘子里边还有多少 不就是原来有一百 对吗 后来你给我拿走了个十 又给我拿走了二十 是不是我这盘子里边最终还剩多少 一百 十 二十 这一底还剩七十啊 对不对 好 这七十是什么意思 我一会就会给你解释 这个过程听懂了吗 过程听懂了 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分路 就非常简单了 来看 首先第一步 先截转当年实现的净利润 什么叫做截转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呀 那不就是说把锅里的肉给我盛到盘子里边来吗 不就是这个事吗 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在本年利润的代方呢 那么你要给我截转 是不是这儿不要呆了 你走 来到哪儿呢 来到这儿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我就从借房走呀 是不是 借房寄一个一百 哎 把它销了 就剩余了 利润分配一个代方一百 是不道理 所以说 那么截转的话 利润分配 那么来到了利润分配 利润分配肯定增加呀 放在代方 那从本年利润这儿走的 本年利润是不是减少了 放在截房 那就是接本年利润一百 带利润分配 横杆未分配利润 起来吧 这就叫做截转 减利润到利润分配里边 就是从锅里 你给我盛到盘子里边 才可以吃 对吧 好 第二步 又可以了 但是吃先别吃呢 先存一点 对不对 这叫做提取盈余公鸡 那提取盈余公鸡是怎么 不就是说从盘子里边 你先拿出一块来 给我存到冰箱里 存到仓库里 都可以 对吧 好 你看一下 你要从我的盘子里边 往外拿的话 拿到盈余公鸡 盈余公鸡当然是增加了 放在带房 表示时的增加 而我这个盘子里边 利润分配 就是我的利润 是不是减少了 那减少 我肯定是放在哪呢 放在戒放呀 是不是 所以说 为什么减少的呢 哎 我用二级科目表示一下 这是提取了盈余公鸡 所以导致我的利润减少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看一下分路 那就是说什么呢 戒 我从盘子里边拿走了 我盘子里的肉 当然少了 所以借利润分配减少了 那么为什么呢 提了法定的了 是法律规定让我拿走的 或者说提了任意的了 我自个愿意拿走的 放在冰箱里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哪多了呀 冰箱里多了呀 仓库里多了呀 盈余公鸡是这么加的 对吧 就是带盈余公鸡 那从哪来的呢 法定盈余公鸡 或任意盈余公鸡 第二步 听懂了不 那接下来 第三步 一次累退呀 那么你该存的也存了 现在可以分了吧 可以呀 那么我看 你要分的话 也是 你是不是还得从盘子里边 往外拿呀 比如 向投资者分配 现金股利或利润 你要给投资者分配的话 你肯定是从盘子里边 往外拿 那么导致 我盘子里的利润 肯定减少呀 那么拿完之后呢 你还没有真金白银 支付出去的时候 那叫做应付股利增加 是不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盘子里边的利润减少了 我当然是放在借方了呀 拿走了20 为什么少了20呢 我要看明信科目 哦 分股利了 所以说应付股利就解释了 为什么利润减少了20 对吧 所以就是利润减少 就是利润分配减少 即借方 为什么呢 应付股利呀 对吧 那么贷应付股利 增加 负债增加20 对不对 等你真正的去支付的时候 那就是基业应付股利 减少贷 银行送款 对吧 这是第三步 听懂了吧 好 第四步 哎 他说 最后将利润分配科目 所属的其他明细科目 余额 接转到未分配利润 明细科目里边去 这是在说什么 很多同学在这经常纠结 好 我先不给你说这分路呢 我再要求你看一下 我刚才说的那个图 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你不就是说利润分配当中 我最开始乘到盘子里边的是一把 你后来拿走了一个十 放到冰箱了 你后来拿走了一个二十 给了股东了 那我就想问你 次十我的盘子里边还有多少 刚才我不说了吗 还有多少 还有七十 对不对 这七十怎么来的呢 你是不是得得把这个 你看 现在一级科目都是利润分配 二级科目是不同的 有未分配利润 有提取应用攻击 有应付鼓励 对吧 那现在既然一级科目都是一样的 咱们都给他汇总 聚一下汇 都给他挪到一个账户里边去 挪到哪去呢 你这十不要在这待着了 来这 咱们凑个旗 对吧 好 那就相当于把这给他注销掉 来到这 是不是 哎 那么接下来 那么还有 你这二十也别在这待着了 不要在这待着 给他换个地 也给他来到这 哎 来到二十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就好看了吗 你这是代方一百 借方三十 总共还剩七十啊 那你想 你看我已经把这个注销了 这个是不是没了 我也把它注销了 这个是不是没了 那只剩什么 被分配利润 这个明细科目 有个余额是七十 我这么说 你能听懂吗 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要再啰嗦一点 那就是说 你这个十怎么转过去的呀 同学们 哎 我又给你画成实线了啊 我应该给你画成虚线 免得干扰你 那这个十呢 我就想让他来这 他怎么过去的呢 是不是我寄一个代方的十 哎 就把这个销了呀 那个 就来到了这个利润分配的街坊呀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二十呢 这个二十怎么来到的这儿呢 同学们 怎么来到这儿呢 是不是我寄一个代方的二十 就把这个科目给销了 把这个账户给销了呀 是不是只保留这个二十呢 这就做截转 也就是说 把这个明细科目 你给我转到未分配利润 你把这个明细科目 给我转到未分配利润 我这么说 能听懂不 这个版书稍微有一点点乱了 那这个意思我觉得我应该表达出来了 好 那么这就叫做截转什么呢 其他的明细科目 什么叫其他 就他 他就是其他 其他的明细科目来到未分配利润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如果你听懂了那个图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分路 你就应该思路清晰一点了 我另外把刚才那个小图 再给你拿过来 你瞅一眼啊 同学们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 把其他的明细科目 谁是其他的 这就是其他的 对吧 要转给谁 未分配利润 转到这来 那怎么转的呢 刚才我不说了吗 你原来是不是实在这 不要你在这待着了 你走 来到哪呢 来到这 是不是的道理 那怎么转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 从对门来走 那也就是从代方寄一个实 把这个账户给消掉了吧 这个账户消掉了 没有了 好来这儿呢 来到了利润分配 横杠未分配利润的借方 没问题吧 好那你说这个分路怎么办 这个分路呢 就是借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实 过来了吧 贷什么呢 贷多少 实啊 利润分配横杠 提取盈余攻击 那当然包括法定的 也包括任意的 总共是实 对不对 好以此类推 你来过边边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呢 应付鼓励的二级科目 原来你是不是在这儿 借方有二十 不可以在这儿待着了 那你走 那不让我在这儿 让我在哪儿呢 他让你来这儿 是不是 原来在一个借方 挪一个地儿 还得在借方待着 但是他怎么过去呢 是不是这么过去呀 同学们 应该从这儿出来吧 从他对门出来 也就是在代方寄一个二十 那这个账户就没有了吧 好这个账户消掉了 对吧 这个账户消掉了 这二十怎么走 走 就来这儿了 是吧 来到了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的借方 是不是来到了这个二十这儿了 明白了吧 那你说这个分楼怎么编呀 是不是 代方的一个什么呢 这个呀 利润分配横杠 什么应付鼓励 借方的呢 利润分配横杠 未分配利润 对吧 好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儿又来了个二十 对不对 那代方的呢 是不是一个二十注销掉了 那这一家借方不就是三十吗 那就是借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三十 代利润分配 所以把这些都给他注销掉了呀 所以最后同学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分楼编完了之后 你说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这个账户 是不是原来有个一把 后来过来了个十 过来了个二十 最后这一底就应该是个七十 这七十的话 是不是原来的 我给你翻一翻啊 原来代方是不是有一个一把 我给你找 同学们来看一下 当初我们是不是转给 代方有一个一把 就是本年利润转给他的 是不是未分配利润 代方的有一把 那么接下来走 这个第二步不设计 第三步不设计 对吧 然后第四步 你看未分配利润 这儿有一个三十 刚才是代方的一把 现在是借方的三十 我就问你现在有多少 是不是七十了 刚才是代方的一把 现在是借方的三十 最后是七十 所以只有未分配利润 会有一个什么呢 余额 且这个余额是七十 我这么说 大家能听懂了吗 所以最终呢 我们就把这个事呢 给大家捋清楚了啊 虽然我讲的比较唠唠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都给大家说完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 整个一个业务流程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从第一章开始 到今天基本上有 应该有十个小时左右吧 从最开始什么是会计啊 那么最开始基础的一个定义来 就是管钱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又说到了 六个要素 对吧 资产负债 所有权益 收入费用利润 他们有一个怎样的数量关系 就是会计横等式 那么接下来要素 我们又进行了细分 分成了五大类的科目 在初级当中我们讲了五大类 每一类呢 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几个 那科目呢 我们又给它加上了结构 就是账户 对不对 好这些账户如何去运用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利用我们的双手 来确定了借贷这张法 对吧 我们左手里边的是什么来着 是资产类 成本类 费用类 那么它是借增贷减的 为什么 看你的大拇指和小指 对不对 我们右手里边是什么 我们右手里边的是负债 是所有权益 是收入利润 好那么看你的大拇指和小指 大拇指在这 小指在这 那就是贷增借减 就这么简单 第四章借贷减章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把借贷减章法 这前四章应用于实物当中 这个实物呢 我们就讲了六节的内容 从资金筹集到公产销 到利润的形成 以及利润分配 我们也就做了一个结尾 好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预科班的全部内容 也就给大家讲完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基本的概念 大家先多多少少的去了解一下 等后续我们开了基础班的话 我们再详细的 仍然从头开始在讲 我们是按照轻松过关一 由我编写的那一本 完全按照轻松过关一 来给大家讲解 那个时候我们要把基础 再夯实的要更扎实一些 好那今天的内容呢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最后祝同学们学习愉快